曾经介绍过早上饮水来改善便秘 这个简单的方法 现在介绍用运动或者按摩 来改善便秘 首先介绍的是按摩形式 因为这个是适合老人家 也适合那些小孩排便不好的时候 也可以用得着这个方法 那是一个朋友的经浪老师讲解出来的 他有一个附近住的老人家80多岁 也有便秘 他介绍了这个方法之后 他又得意改善了 所以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适合各类的人 特别是老人家、小孩都可以的 简单的很紧要 只是用你的右手的中指的指幅 这个位置你贴着你的肚瓷的圆周 向着顺时针转一百下 你的力度可能比较大一点 但是不需要很大力压下去 你顺着时针转一百下之后 你的指幅又贴着这个范围圆周 逆时针转一百下 做完这个上半步步作 就把你的左手放在肚瓷 右手放在左手的手上 按着肚瓷的肚子附近的范围 顺时针按五十下 然后再逆时针按五十下 一路转一路按它 做完这五十下之后 整肚按摩就完成了 这个老人家也很快改善它便秘 对于老人家或者他是小朋友 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和它改善 一天做早五晚三次 或者如果是得以控制的时候 你早晚各一次 它就可以持久有效了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一个运动 其实我们步行就已经是很好 一个帮助改善便秘 因为当你走路的时候 你整体是动动的 你的长座有一个牵引的动作在 所以就能够是有一种活力 它的推动力就更加是好一些 你每天走完 你翌日就会有一个很方便排便了 但是如果有时候你的环境不是那么许可出外 或者天气太冬 或者是下雨 或者附近没有一个可以散步的地方 也可以在室内做 室内做的时候 你就是原地踏步 就是你不需要有个动作 不需要有个地方给你动动的 你只是站一个位置 你将左脚提高90度放低 右脚提高90度放低 轮流这样提高 左右左右这样提高 你做200下 但是你每做一下的时候 你两只手在头顶上 两只手合拍打一下 即是拍手掌 那你每提高一次 你的雙手在头顶又拍一下 那变了你做200下抬腿 你就拍了200下在头顶了 那这个拍手的时候 也将你的腸脏有一个牵引动作 向上拉动 那你的脚又抵起的时候 又会有一种运动 配合这种运动 你的腸脏得以足够的运动 你就能够第二天帮助你的排便 这个运动可以任何人的年税都适合做 只要你能够原地踏步 双手向上拍就可以了 那希望这两个简单的运动 能够帮得到大家改善便秘 另外一个就是 将你的左手 捏住你的右手的手腕 你的手腕和手中间那里 是比较粒的地方 你捏住它 那你大约去按它 两分钟至三分钟 但是你捏的时候要给一点点力度 这个就可能有少许的痛了 你越通越更加要捏 那你捏它几天之后 你就会发觉 你有个冲勁去 由个洗手间去排便的了 那你可以左手捏右手 右手捏左手 位置就是你的手腕的腕側 那里最粒位那里 那你就用你的大拇指和食指捏住 然后又调转左右手去交叉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不过对于老人家他怕痛 就未必是那么方便 那几种方法 除了你们的喜欢 都可以帮助你 用这些简单的动作来改善你的便秘 至于吃什么食物能够改善便秘 那就要等到下回分解啦